因為他們在把關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有圖利 或者是對特定廠商特別的友好 民眾快篩世紀缺缺缺 想買廠破頭 衛福部真的只為圖利嗎 立委國民黨團手握資料 小姐嘿 極正人才挑戰快篩之亂訂單 這訂單到底多大量 藍衣踢爆已取得快篩EUA的 紅朗生計 自己不賣 竟交由另一家藥群生衣 以期貨團購方式販售 狂栓只要有EUA 誰都能發大財嗎 幾乎沒有看到 紅朗在什麼地方有來做販售 群組上面做團購的兜售 EUA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套現 取得EUA的紅朗 或者這個藥群生衣 其實都是在做五本生意 紅朗恐怕根本就是一個人頭 沒有一個特別的獨厚誰 黨不要為了反對而反對 斷得去抹黑台灣的生技業 對此藥群生意發聲明反 即以公司為一財許可進口商 更是紅朗經銷商之一 需求量大增才要真人 另外沒有所謂團購行為 群組內容是與客戶等進行洽談 並沒公開兜售 國民黨團未經查證 將採取法律途徑 進口商就是要是一位是遺材商 那遺材商下面可能會有經銷商 可能有多層次在賣 要有一個有執照在 雖說有遺材商資格就具備販售條件 但爭議不只這一樁 一箱箱快篩世紀大喇喇放路邊 氣溫高品質恐受損 測試精準度飽受質疑 溫度濕度的影響呢 而造成這個檢測液有可能會變質 再受的良性在哪裡 相關的衣材的運送 對有相關的一些管理的在 衣材那品質也是很重要 耀群否認或根本並非他們所有 衛槓中央國民黨不斷狂揭蔽 但證據一一遭打臉後 所謂揭蔽爆料 似乎更像是製造恐慌 近期新聞謝謝郭彥廷 採訪報導